眼下,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190万亩棉花播种工作仍在进行中,大批智慧农机在地理全程作业,农业机械成为棉花播种的主力军。 在沙雅县一处棉田里,两台大马力播种机来回穿梭耕作,可一次性完成铺膜、铺滴灌带、播种、附图等作业,且播形端直、耕作精准、作业率高,同时棉花成熟后还方便机械化采收。 无人驾驶,全部都是导航,播的云,播的直,不浪费土地,节约种子,现在实行的是精量播种。 赵恒山告诉记者,每一学就是一粒种子,以前一学要下三四个,劳动强度很大,农民都要天天带着小板凳,坐在地里一整天拔棉苗,现在就不用了。 像现在呢,农民根带后面,也就是看一个地根带,总之像我们这个200多亩地,基本上要是两个波动机,一天多一点基本上就结束了,一个波动机一天能够100到120亩地,现在农民的劳动长度是大幅度减少,而且呢,工作效率是大幅度的提升。 沙亚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原,属大陆暖温带干旱性气候,光热资源适宜棉花生长,具有发展棉花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,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线。 沙亚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洋介绍,为确保春根顺利进行,沙亚县棉种、化肥、地膜、地灌带等农资到位率达到100%,检修各类农机具28300余台套,培训拖拉机操作手1183人,投入农机具3万余台,全力保障棉花播种顺利进行。 计划大概4月底完成播种工作,我们现在计划种植棉花面积190万亩,为了提高棉花的品质,通过加大培育新型经营主体,农机合作社,还有一些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力量,提供与高标农天相匹配的社会化服务,提高棉花质量。 通过多年探索和实践,沙亚县棉花生产基础设施设备水平不断提高,生产技术配套成熟,棉花生产现代化、规模化、机械化发展已出现成效,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转变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